顧客在自助點餐機選好想吃的餐點 廚房裡的機器主廚接單 把煮好的麵條放在碗裡 下個步驟由機器淋上高湯 放入配菜 熱騰騰的湯麵送上輸送袋出餐 從點餐到上桌只用了兩分多鐘 這是韓國道路公社 在領洞高速公路一處休息站 引進的自動料理系統 休息站在泡麵、刀削麵以及韓食等三個櫃台 設施了料理機器人 可以製作最少三種最多五種料理 定製法上載的調製法 ロボット確定要製造了確定 誰可以每天吃都可以提供同樣的食物 食用客也會保持著手指 老闆先生煮的東西跟別的差別 真好吃 味道很美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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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機器主廚製作的料理價格 比泄有休息站的餐點平均便宜20% 夜間也能進行無人烹飪 24小時入座都能享用 人們24小時後的困難 制規定要用的4次產業革命 改變的事實上是否認為 韓國道路公社計畫 根據今年春節連休期間 使用過休息站的顧客評價 討論是否擴大使用範圍 其實料理機器人的應用早就落實在首爾一間中學 取代真人廚師每天供應營養午餐 收尾士教育廳從去年下半年投入工餐機器人示範使用 這些急食煮過程的自動化 急食器人的口味不進入工餐 急食器人的口味不進入工餐 有點不進入工餐 但機器人的工具很精緻